最近一段时间,德云社商演不断,每场专场都满坑满谷,在商演如此火爆的同时,德云社也没有忘记回馈观众,6月20日,德云社惠民演出官宣,将于本月月底前往甘肃清水县演出。 看到这一幕,不少网友表示,德云社又给同行上一课,无论是专场演出还是惠民演出,德云社一直都走在同行前面,用好的作品征服观众,用实际行动回馈粉丝。 这次惠民演出的地点,相信许多网友也非常的熟悉,因为在此之前,德云社就曾在清水县进行过一演,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演出效果。 人气丝毫不舒伤眼,尽管下着雨也没有影响演出效果,台下观众冒雨观看演出,每一位观众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,台上的演员也是相当卖力,非常的敬业。 除此之外,本次惠民演出演出阵容也非常的强大,除了带队的高峰、鸾云平之外,李赫彪、庄子健、郎浩晨、张九霖、李小葵、美酒亮、马肖胜、申理员也将跟随前往,而且是连演两天,看到老郭如此用心的安排,不少网友表示,不用发忌惮,现场都坐不下了吧。 作为德运社的副总,鸾云平和高峰这两位业务能力,自然不用说,特别是高峰,就连老郭都说,高老师是走的老艺术家的路子,虽然演出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,但听高峰鸾云平的相声,总能给人特别舒服的感觉,也值得大家回味。 他有一个徒弟叫侯耀文,因为尊敬他的老师,在年岁上不能超过赵培如下,59岁也离去了,侯耀文有个徒弟叫郭德纲,就看他孝顺不孝顺,郭德纲有80多个徒弟,最器重的就是你。 李赫彪作为德运社的忠义之士,彪哥的能力也是自然没得说,就连捧跟巨匠朱贺松都甘拜下风。 在您这专业演员面前挑戏我不闻名了,没事,朱贺松可不礼貌了,别特写,兄弟,这玩混蛋你玩不搞我,耍混蛋,耍混蛋,打了。 男浩晨是高峰老师的徒弟,基本功也是非常的扎实,最近一段时间还参加了抖包袱大会,引起了许多观众的关注,特别是节目中精彩的演出和作品的创作能力,也让许多年轻的观众慢慢的喜欢上了两人。 李赫彪作为华云平的徒弟,岳云鹏的外甥,作为德运社最有背景的演员,被许多网友熟知,经常会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专场的舞台,但这次以助演的身份参加演出,也让许多网友期待。 马肖胜如今是八队的成员,作为肖字科的议员,拥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,自从来到德运八队,经常会与张九南,高九成一起作为底角演出,如今也是八队的道二,非常的有实力。 如今,德运社商演一眼两手抓,前几日,德运社孙九芳和刘鹤安还到天津美术学院,参加学校毕业晚会,现场的同学也是非常的热情。 看到这一幕,不少网友表示,你可以不喜欢德运社,但不能不服人家的实力,无论是免费的演出,还是花钱的演出,都能有满坑满谷的观众,这就是实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打赏